高压和低压之间这个差值多少算合适 实际上这个差值被称之为卖压差 有些朋友就问卖压差多少合适 如果卖压差大是不是说明我的血管变硬了 今天张大夫就解答这个问题 尤其是一些老年的高血压患者 或者家里有老年高血压患者的 一定要听完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实际上来说提这个问题的多数是老年高血压 为什么 因为老年高血压特点呈现为高压高 低压正常偏低 卖压差特别大 有的时候吓人 那高压一百七 低压七十 一百个毫米公主的这个卖压差 到底这是不是异常了 实际上严格来说 张大夫告诉大家 在高血压领域我们并不太看卖压差 而是要看具体的高压和低压 这样来衡量我们降压的策略 张大夫今天非几种情况跟大家讲 首先说这个老年人的确容易卖压差大 卖压差大呢 他的主要原因也的确 就是血管变硬弹性这个降低导致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比如说压力感受器推化呀 脏器推化 血压调节能力推化等等 但是主要原因的确是血管变硬 这一点没有问题 那么在他的这个处理方案上呢 我们并不看他的卖压差有多大 我们还是要看他的高压低压 我比如说说第一种情况 高压在150以上 低压在60到90之间 这种情况看似卖压差大 但是我们还是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呢 使用一个或者联合使用降压药 尽量的把高压呢降的低一些 能够降到150以内 而这个时候呢 可能低压也随之会降低 但是注意不要让低压低于60毫米公众 因为60这个心脏的心脏灌注 有赖于舒张压 如果你舒张压低于60 有可能影响心脏的灌注 带来心急缺血 这是一点 第二个呢 有些朋友说 说我高压就在150 我低压呢 比60低 卖压差挺大 这种情况怎么办 这种情况可以先不吃压 可以先观察 先谨慎的观察 因为毕竟啊 对于老年人来说 我们降压目标值啊 不是140 可以适当放宽到150 这个时候 其实150 高压150 低压比60低 我们可以先不吃药的 主要原因 就怕把低压降的更低 影响了心脏的关注 所以说可以先观察 而对于那些高压高于150 低压低于60 甚至高压高于180 低压低于60 你比如说张大夫前两天 给大家晒了一个病人 高压200 低压59 81岁老年人 这种人怎么降血压 这种人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 谨慎的使用降压药 说白了 要既把高压降下来一些 又不能让低压降得太多 还要看着患者的症状 这就要因人而异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希望张大夫 希望张大夫今天对于这个卖压差的解读 对于手机前头广大的老年朋友 有所帮助 为什么呀 因为的确 大家总是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每个老年人又有自身的情况 张大夫最后提醒一句 千万别小区里说 人家谁说哪个家要好 您立刻就跟着人家去吃人的一样的 那种情况不合适 有可能带来一些灾难性后果 因为任何人之间不一样 最好还是找不到专业医生 由专业医生给您调药 希望今天这期视频呢 能够帮到手机前面的老年朋友 如果觉得好 也可以转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张志盈大夫